欢迎来到幸福内心禅第219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乔安 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 黄廷禅创办人 也是钟领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 张庆祥张讲师 张讲师您好 乔安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 先来进行我们听众朋友 最期待的张讲师的解惑时间 这位听众朋友呢 然后说讲师您好 祝您新年快乐 也感恩您一直在身边为我们解惑 我们真的很幸运 在上一期呢 也听说您关于了这个过年很多人问起这个婚姻的问题的应对的方式啊 那么今天呢 我有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也想请教讲师您 因为自从内地开放二胎以后 有很多很多高龄的产妇就产生了 很多的夫妻啊 为了要第二胎 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精神跟心理上的压力也都很大 尤其是面对亲朋好友的关系 压力就更大了 请教讲师 对于孩子的这个领域啊 以对夫妻要如何努力 才不会用力过猛而好气 因为有时候为了要孩子 我们会不敢出差 也不敢安排旅游 时时刻刻都要检测 怕错过这个受孕的时机 非常的伤神 什么时候 讲师你会建议我们生 又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们是可以不要考虑第二胎 这个度又应该如何把握呢 是不是请讲师来跟我们解析一下呢 这个现代人的精气神状况 没有以前的人那么样的饱足啦 是 所以现在造成很多的这个不孕哦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现在的人都比较晚婚啊 是 晚婚的时候呢 本来这个精气神也已经跟年轻的时候啊 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差距了 那从这个西医的角度来说 就是一栖栖的精液里边有多少精子嘛 有多少精虫树嘛 是 那这些精虫树我越多就是越活药 就受孕的机会就越高 那现在的燃人的精虫树 比起以前农业时代啊 一半都不到 当时的正常的这个数量 现在就不得不调低嘛 因为现在如果以那个标准大家都不正常了嘛 是 正常的没几个啦 好那就把它调低 调低我们就认为是正常嘛 但是天地之间它有一个独立不改的理 还在那边运行的啊 是 你们人类改成正常 天地来讲是不太正常啊 对不对 是 那这不正常一定是有一个关键啊 一定是有一些原因的啊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个原因找出来人的作息啊 生活啊 饮食习惯啊 是不是一定要有所修改啊 才能够提升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的指数啊 对不对 对 这是从男孩子这方面来说 那如果从这个女人的方面来说 就是晚婚造成比较难受孕 这也是其中之一啊 那再来就是 这个女孩子年轻的时候 有的是多胎吃吃太多了 这个就造成她也不容易受孕了 反正现在男的也不容易受孕 女的也不容易受孕了 这两个又沉起来的话 那受孕的机会就很低了嘛 对 所以我才常在想说 还是要劝大家 如果有结婚的契机 还是要尽早结婚啊 这个对于组织一个很健康的家庭 这是有帮助的 是 那釜底抽薪的办法 还是要提醒各位 对于这个自身的健康啊 的护理啊 应该要多注意 平常多运动啊 饮食有节啊 远离一些 这个会让出生率降低的一些原因啊 是 比如我举个例子啊 我以前是学这个机界的啊 我们学机界的啊 有一种这个 做某一项工作的人啊 他的这个生小孩的几率是很低的 哪一种人你知道吗 就是电焊的人 他在做电焊的人 整天就是在焊接嘛 焊接的话 他这个 蹲着啦 站着都好 反正他那个焊接的时候 所产生的那个火光啊 他是很有杀伤性的 你看他要戴着面罩 他如果不戴着面罩的话 马上就要脱皮啊 是 你只要连续照射个十分钟 晚上看起来就像晒了一天太阳一样 明天就脱皮了嘛 是 所以这个射线这个还是非常的严烈 嗯 那如果他是从事这种行业 他又没有适当的防护 那他要受运的机会就大大的降低了 因为他的金虫树已经被这个射线给消耗殆尽了 是 那如果类似像这样的例子 这只是我所看到的机械业 也是这个部分是这个特征嘛 是 那当然也有可能你在电子业 你在任何行业 你所从事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刚好会 让这个金虫树大幅降低的 是 那多数的话 现在这个电池的产品啊 磁波的影响 也有吗 对 这个部分的影响是很大 各位不晓得你觉得手机怎么样 手机我觉得如果你把它常常放在口袋裤袋 你看如果你放在上衣的口袋 也蛮伤盛的嘛 是 对不对 是 感觉上 放哪里都不对嘛 你如果放在胸口的口袋 也不太对 很伤心嘛 是 你没有发现拿在手上手很麻 对会 对不对 没有办法拿在手上多久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这些电子产品的影响性也是很大 那如果我们不去改善这些 那就是任由我们的身体的健康 整天都暴露在这个有爱健康的环境里面 那再高明的医生也没有办法 让你的这个受孕很正常 对 所以啊 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健康好像被文明给弄坏了 最近我们不是会有个研究报告就讲说 我们现在这一百多年来 其实我们人的寿命是比一百多年前 多了三分之一 但是我们的健康好像比一百多年前 可能都还不是那么的好 还更差 对 就是活动的品质 没有那个古代的人 对 那么的强旺 是 那古代的人 寿命低的原因是因为 他一旦揽上了一些传染的病 那当时没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医疗的办法 对对对对 但是他还活着的时候他每天是朝气蓬勃的 是 这一点则是我们现在的人所不能相比的 人类的生活品质不能只是看寿命长短啊 对哦 对不对 人活很长生命品质很差 是 对不对 延回33岁就过世了 人家的生命品质这么好 对应该是用这样来看 人不堪其忧悔也不改其乐 对对对 讲师说的是 那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二胎 我们当然知道有很多朋友是不孕 想要怀孕就已经很辛苦了 可是有了一个孩子 现在因为在内地开放可以生第二胎嘛 所以有很多真的高龄的产妇就想说 我再来拼拼第二个吧 因为只有一个小孩太辛苦了 可是问题是已经高龄了啊 所以现在在内地 不管是医疗的体系 他们每天要帮忙做产检的 帮忙做不孕的 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忙哦 讲师你刚这位朋友他也问到了 这个有没有子女 是不是真的也是天注定的 就跟姻缘一样 是这样吗 这个老天定我们多少子女数 对不对 但是我们确保我们的金虫数杀光 那老天也没办法兑现这个支票啊 对不对 是 所以要与时俱进 那这个老天可能知道这个情况 所以呢就让人家发明了这个四管英 对不对 可以补正一些这个数量 是 那如果你刚刚讲说 这个夫妻很拼 我觉得用拼这个字就太过头了哦 哦 对不用这么拼啦 嗯 就是顺其自然 如果顺其自然还没有 那我们就请教医生 是 那医生建议的方式 我们尽量配合看看 那已经都尽量配合了 那人有就有了 没有就算了嘛 好 没有的话就是命了嘛 是 你已经与时俱进了 你已经都用到最现代的医学了 嗯 然后呢你还是不能够如愿以偿 是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放宽心胸啊 古人也是有很多人不孕的 对不对 是 虽然是在意 虽然是期盼 但是这个就是跟求财求利一样嘛 你很期盼 但是真的求不到的时候 嗯 那也得要有宽阔的心胸啊 对 对 也不能耿耿于怀啊 对 对不对 对 我们顺其自然啊 然后 当然我们也要顺天命了 该做的我们都做了嘛 对不对 对 所以你说医生要求怎么样 偶尔几次 然后呢 耽搁了你行的时间 然后必须配合医生 要做什么做什么 对不对 是 这当然有可能啊 但是他不可能要求你一辈子这样嘛 对 但是短暂的配合 我想这个是要达成某个目标 是 即使是做别的事业 也是都要这样的嘛 对不对 短暂的配合有什么不可以 对 但是这个过程里面心情啊 要放轻松 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事 这是一个很震荡的事 是 你偏偏现在的人要把它搞成 很光荣的事 还是很难以取耻的事 诶 变成把它看成熔爐感了啦 哦 这个是不好的现象 是 对 这些事情都是可以看看而谈嘛 像刚刚你谈到说 过年啊 然后很多亲戚朋友又聚在一块 对啊 又问了 没结婚的就问他 要结婚了没 对不对 什么时候带男朋友回来看啊 什么时候带女朋友回来看啊 本来就是很健康的问法啦 是 其实不健康的是听到的人自己心里有压力 对听的人有压力 对啊 这个问的人也会有一点白眼 就是不该问了一直问 你要问几次也够了 你要问几次 对不对 是 这是叫不懂的查验观色 然后再来就是问说啊那已经结婚了 你以为啊 还没结婚的时候一直被问一直被问 你终于结婚了想说啊逃离了那个整天被人家问 结果没有想到结婚了之后问的更惨 问什么呢 就只问下一个题目 什么时候要抱一个小孩啊 什么时候要生一个啊 对不对 如果这个时候你又有困难 然后呢 你一直努力 然后又不能如愿以偿 那你心理压力又来了 是 那我还是要重复那句话啦 人家问这个是很正常 是 而且是很善意啊 是 不正常的是你自己啊 是 就是你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看成熔如感 这个是什么不能取耻的 现在如果人家问说 哎 哥已经结婚一两年了 怎么不赶快生小孩啊 或者是你父母可能会逼你了 对不对 对 我们临时已高啦 你要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啊 眼睛闭上之前 你要让我能够抱到孙子啊 这个父母会用这个压力哦 让你颇有压力感 有 对 这个就是 跟他们坎坎而谈 是啊是啊 我呢 这个也非常积极 已经非常努力 但是现在呢 还不能如愿以偿 我们还在加把劲之中 是 你们有什么可以提供参考参考嘛 对不对 反问他们嘛 对 你们有什么好意见嘛 哎 谈谈谈 这只是聊天嘛 是 他一定提供很多方法 他说哎呀大部分方法可以用的 科学的我们都已经用了啦 对 最后当然我们要再告诉他们 我们继续努力 我们也希望呢 找一点有消息 不过啦这个还要一半的听天由命 是 这个金人士听天命嘛 这是人不管再怎么多 坎坎而谈也没什么事 再者如果说 好有的人是患了不孕症 可他就更难以取此 嗯 各位这个生病有什么难以取此 就是天下谁不感冒对不对 是 天下谁不头痛对不对 是 每个人都会生病 就算你是不孕症也是生病而已嘛 有什么关系 我们就坎坎而谈吗 就是说现在 对啊 你就说啊我检查过了 医生告诉我说我受孕机会是非常低的 因为怎样呢 因为我身体哪里哪里可能是有问题的 直接谈嘛 如果心态健康的话 我们就可以坎坎而谈 对 你坎坎而谈啊 他们谈过几次了 就不再会一直盯这个问题 他如果一直盯你要记得一件事啦 他纯粹是一个好意 是 啊有的时候当然 我们如果是问的人啊 各位你要记得啊 千万不要那么白眼啊 嗯 你已经问了 然后他已经有一点不知所措了 然后你还一直问 哎你好像是以此取乐啊 对 现在的人就有这个毛病 我们越戳到人家的痛处 我们越要戳他 哎越好的朋友越这样哦 是 哎戳着你哇哇叫 然后他很开心 就说哎 反正好朋友是 可以开玩笑的嘛 自以为幽默 不然好朋友要干嘛 嗯这是不对的 对这个其实不文雅啦 不文明啦 是 对当然刚刚讲是你讲的 如果没有结婚呢 亲朋好友会问 好吧结婚了回家 还是会问 你什么时候会生个胖娃娃啊 好 我生了一个了 回家还是又问 比如说现在问 那你赶快再生第二个啊 你现在年纪还可以啊 赶快生啊 然后你过年的时候去拜年 你到东家也问 西家也问 南家也问 北家也问 哈哈哈哈 问得你不胜其烦 对不对 我还是说回来那句话 问得人其实他只是问一句话 听很多句是你不是他 是 是 对不对 是 这是理所当然他要问的 因为这是人生大事 大家会问嘛 就是他们关心他的人生大事 敞开心胸 表达感谢 坦诚的说出我目前的窘境状况 你一说出 就不觉得尴尬 这很奇怪啊 这人生这件事情真是有点奇怪 你越隐藏越尴尬 嗯 你就直接说出来嘛 是 那个尴尬就不见了 哇 这个也得戀耶 讲是 敞开心胸 表达感谢 是啊是啊 看看而谈 对啊 对他就不尴尬了 对啊 你也说 医生检查啊 说我的受孕机会很低哦 对不对 你就说医生是还给我一线希望 他说我受孕机会很低 但是我们都正在努力 是 诶 这样也不尴尬啦 不尴尬 你说出来就不尴尬啦 真的 是 他们以后就不太好意思问了 是 谢谢讲师 哇 这个我们要联系 对 但是我觉得不要让他们不好意思 是 主要就是说 你越侃侃而谈 越是正面的影响他 以为善意的回应 是 这个别人对你讲话呢 也不必遮遮遮掩掩掩 各位 如果我们明知道 我们讲什么 人家会有一个痛 我们就刻意回避 诶 变成有一个黑暗区 大家在闪躲 对 对 对不对 这个也不怎么好 你越坦诚 大家在话题就越不用闪躲 重点是 在人生的这个 一生没有几十年嘛 怎么样 这个学习怎么应对进退 尤其是对于尴尬的局面 怎么应对进退 是 这个是应该要及早要成熟的 及早要学习的东西啦 你不能让那个尴尬永远都在 你有没有发现 你对这个话题尴尬 比如说人家谈说 这个 你为什么小腿这么粗啊 对不对 或者问说 你怎么眼皮怎么只有一层啊 对 对 你从小到大都尴尬 对不对 那这个问题就变成 你的朋友都知道 问到这个问题你会很尴尬 嗯 在他们的心里就是一个阴影区啊 在你心里留阴影哦 在你朋友心里也有阴影哦 大家不敢谈 嗯 其实你只要开自己玩笑几次 这个事情以后你就敢谈了 我们自己先把他打开来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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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穿了一个裤子 你看你看你看 哎呀我的小腿怎么这么粗啊 我說不會啦不會啦 你知道嗎這個褲子本來別人穿 我同學穿是很好看的 你看我穿就是這樣 你調侃自己 他們就哪裡沒責 然後他們會怎麼說 不會啊還好啊還可以啊 應該是不是會變成這樣 很微妙喔 你不用刻意去遠藏 你要越遠藏 越顯示出它的陰暗區 比如說這個人臉比較寬 是 那他為了要修正成大家的審美觀 他會怎麼做你知道嗎 這個女的他會用兩邊的頭髮把臉蓋掉 左邊蓋三分之一 右邊蓋三分之一就中間 可是問題是這個問題就來了 就是這個人怎麼看怎麼沒精神 因為他要劈頭散髮 是 對因為人總會動作 一動作甩開了他就趕快拉回來 講師你有觀察到 我當然我都會觀察這個事情啊 對不對 實際上不必 你就把它炸起來 是 對不對 你說據說 這個古代富有的人家 都是這樣臉圓圓的 然後你談要笑 你不能讓人家覺得說 喔你自吹自擂 開玩笑嘛 就是大家笑場笑場 對不對 是 這個 你坦白的 把你的圓圓的臉影向大家 大家就會覺得很可愛 是 你越躲你越說 呃 這個大家心裡就有一個陰影曲 自己先敞開齁 就直接應對 對就算我們不孕症 就說醫生已經告訴我 我是不孕症 可能我以前年輕的時候啊 就沒有把身體弄好 嗯 那不得已了只有這樣 不過呢我們夫妻也能夠坦然接受 是 這個有小孩呢是有小孩的好處 那沒小孩呢也有沒小孩的好處 是 是 對啊就是彈開了就沒事了嘛 對對對 對不對啊甚至我們還可以彈啊 因為以後有機會 我們要領養個小孩也不錯 嗯 這都可以彈的嘛 都可以彈的 這有什麼不可以 對 這個要練習喔 這真的是應對進退的功夫 謝謝講師 在這兩集喔 講師您 呃用這樣比較很輕鬆的話語 真的教會我們很多欸 我們大概可以拿捏到那個訣竅 這個不丟臉嘛 嗯 對 不得已已經不孕了 又沒有違背良知 對不對 是是 又不是幹了什麼壞事 其實大家親朋好友所有的問題喔 都不丟臉啦 真的就講師您講的 問的人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 因為第一個齁 就是關心啦 對 第二個就是齁 見了面沒話題的時候齁 總要找個話題嘛 是啊 對不對 是啊 你剛結婚什麼話題最好 欸就是生小孩沒幾個月了 是 他都不會問你懷孕了沒 他就直接問你幾個月了 是 所以我們就敞開心胸表達我們的感謝 然後坎坎而談 是 對 坦白是最好的良藥啦 嗯 坦白是最好的良藥 當然剛剛講師 你有講說 有小孩有小孩的好處啦 沒有小孩也沒有小孩的好處 因為最近也看到了一個新聞喔 這個案例 我看了真的有點嚇一跳說 為什麼這個媽媽會這麼做 其實有一位婦人呢 她說她花了五千多萬 做什麼呢 因為她栽培了兩個兒子成為牙醫 那麼這兩個兒子真的成為牙醫囉 但是她說在二十年前 也就是這個小孩還在讀書的時候 其實媽媽就要這兩個孩子簽訂一個契約 這個契約叫什麼呢 叫歸還撫養教育費契約 意思是說之後她的小孩呢 就要還那個錢來讓這位婦人養老 講師你對於這樣的案例 您看法如何 嗯 這個自稱說 培養兒子當牙醫就花了五千萬 這有一點灌水啦 灌水了 她很會灌水喔 就算談個生意嘛 媽媽對兒子談生意一點都沒打折 對不對 還灌水喔 我覺得這個有一點良知上過不去 如果是我以做父母的心態 就算我跟我兒女提出說 你們簽什麼契約 我還灌水啊 我就是做不出來 對不對 不要說灌水啦 就打這個契約我都做不出來啦 她能養就養 她不養 我們就自力更生了嘛 是 這有什麼好說的對不對 是 這個生兒育女嘛 是當時自己情願的嘛 對 當然兒女呢 孝順父母是應該的 但是對父母的角度來說 那千萬可別這麼想 是 我們可以為別人好無冤無悔的 但是我們不要想別人對我們應該無冤無悔 這是立場完全不同的 對不對 這個後來好像法院呢 判說才幾百萬啦 對 因為他的後面就變成說 因為這個婦人覺得兩個兒子 對他就不聞不問嘛 就真的就去告上法院了耶 後來這個長子呢 叫他就用五百萬 就跟這個母親達成和解 可是第二個兒子他反駁強調 這個親情啊 是不能夠用這個金錢來衡量的 所以呢 就不願意和解 喔 他講這個話好像很正義閩南 其實他的意思是 親情裡面呢 是一塊錢都不給你的 也不對 大兒子還不錯 還給了五百萬喔 不過我想這真的是 不應該以這個金錢來衡量啦 兒子應該量力而為 既然是牙醫了嘛 好好的孝順他的母親也是應該的嘛 是 不過這個話要說回來喔 為什麼這個婦人培養了兩個兒子 成為牙醫 而這兩個兒子並不願意扶養他的媽媽 各位你不覺得這室有蹊蹺嗎 是 他簡直是可以說懷著敵意才會幹出這樣的事情 好為什麼懷著敵意 因為他小孩子正在長大的過程 他的媽媽很沒有安全感 他怕我極力扶養小孩 小孩以後不養我怎麼辦 所以他就跟他們打契約 兩個人就用做生意的方式打了契約 打了什麼 歸還扶養教育費的契約 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扶養你們 是我借你們的 以後你們要還給我 好 那這個兒子呢 剛開始 年紀很小啊 被媽媽這樣一要挾 不打也不行啊 是 對不對 可是打過程中又覺得 那個小小的年紀的心裡 就變得冰冰冷冷 他覺得他媽媽的愛是假的 他媽媽是在跟他談一個生意 而且他所談的歸還裡面還灌水 所以他這個長大的過程裡面 雖然他也很自立更生的 很聽媽媽的話在讀書 可是每一天的生活裡面 他總感覺旁邊的其實不是他媽媽 是個生意人 根本以前就不用簽這份契約嘛 是 他就好好去撫養他的兩個小孩 這兩個小孩也又成為阿姨會不養他嘛 如果會的話就認了嘛 這表示你這個媽媽在這個一二十年裡面的品格教育 你的人生自己的示範 是根本一無可取啊 才會淪落到這裡啦 是 兩個當牙醫的人這麼有錢了 他為什麼他不去扶養你呢 因爲什麼 從頭到尾都是煩 對這個媽媽就是煩 所以呢抵抗抵抗再抵抗 反正我在你的語意下我拿你沒辦法 我就只好聽你的 那好不容易我成為牙醫了 我現在有一點錢 我可以自力更生 我要自己買房子 我要自己娶老婆 我可不可以不要跟你生活啊 對不對 那個反抗心就起來了 是 這個我覺得這個媽媽要負相當的責任 但是這個兒子要等到老媽告他 才願意去探視他 去撫養他 我覺得這個兩個兒子呢 也有點過分啦 會不會媽媽錯的比較多啊 因為在親子關係的這個互動上 我不覺得這兩個錯的 我覺得是一樣多 都一樣多 為什麼因為不論媽媽是怎麼對待他 事實上媽媽是盡心盡力的讓他 考上了牙醫 讀書畢業 對不對 你從小孩子中間他怎麼樣 談利益是一回事情 實際上這個利益你要知道 這個媽媽還不是真的為了利益 她是沒有安全感 你要聽到她內心的聲音 其實僅止於沒有安全感 看他現在的小孩 背叛的很多嘛 壞小孩很多嘛 萬一我錢我全部拿來 投資在你們兩個身上 最後我呢 這個一毛錢都沒有 你們都不管我 我怎麼辦 他有這個空虛感 那無論如何 你的媽媽還是把你撫養長大 那你就盡心盡力的去孝養他 不就沒事了嗎 是 對不對 何必計較於當時他跟你簽這個契約 你懷恨在心 那他對你好的你都不用算 你只計較說他跟你簽這個契約的這一件不好的事 那他早上起來幫你準備早餐不用算嗎 對不對 是 對啊 一把死一把尿 幫你拉拔長大 這個不用算嗎 這件事情 讓我想到這個孫 跟他的弟弟 叫做象 他們的關係 是 你知道這個孫喔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笑的人 這個象是整天都要害孫喔 而且不是一天兩天喔 連續數十年喔 這個象跟他爸爸叫個骨手 就是要一直想要把順給害死 他就為什麼象會想要把順給害死呢 當然最後是被順給感化了 這個王阿民傳習錄裡面講到這一段的時候 他說象會這麼壞 一開始的過錯是在於順 喔 是在於順 為什麼呢 順是個大笑的人 大人大詞的人耶 是 所以為什麼一開始的過錯是在順 原因是這樣 這個順呢就是看到了他的弟弟的象 很多的言行舉止通通是這個 很不入流很壞啦 那他一做錯順就念 一做錯順就念 就一直指證他不斷指證他 各位你要知道 你指證的如果是一個比較缺諾的人 你指證他他就縮起來 是 如果你指證的人 內心就像一頭野獸一樣 像一頭獅子老虎一樣的兇猛的話 你一直指責他剛開始 他有錯沒有錯 他有錯被你指責 他就有一股怒火 第二次怒火就更強 第三次第五次第十次的時候 他的怒火已經燒到什麼程度呢 說我非得要殺掉你不可 但是出發心一開始本來是為了向好 結果因為方法沒做好 對王阿明的結論就是說 一開始的過錯是在於順 因為順怎麼樣呢 你只管好你自己 你做好你的仁義道德的示範 你告訴我什麼是對的沒有用 你示範給我看什麼是對的 然後呢你用你的品格來感化他 他熏懶的過程慢慢的鵝魯木難把他給感化掉 而不是指責指責指責一直指責 各位現在天下父母常常犯這個錯誤啊 這些小孩子吃個東西也要指責 用個東西也要指責 休息一下也要指責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為人父母 跟在他的旁邊指責指責再指責 一點天就是指責指責指責 說實在的話小孩子沒有殺人放火 但是被激到那個裡面的怨氣啊 真的很想殺人放火 他就會變成這個情況 後來順就發現了不行 我怎麼越指責他怎麼越變本加厲呢 怎麼反撲過來不是只有頂我喔 是要殺死我了 然後發現這個事情 這個嚴重這個不行 後來順就改變了方式 他就是做好自己 做好自己不是說不管他的弟弟喔 他做好自己給弟弟看 樹立好自己的品格給弟弟看 你不要一直念他對不對 你去對別人好給他看 你對自己的弟弟好給他看 你對父母好給他看 那他們犯了錯 你是怎麼樣的委婉的勸諫給他們看 對不對 生教做好 各位這個教小孩真的是有一點像訓壽師啊 你要讓他變成很兇猛的直接反撲你 也很簡單啊 你整天拿著鞭子抽他 他有一天一定會咬你的 這個就是指責指責指責 鞭子只能偶爾用用啊 大部分是什麼 是給他一塊肉喔 嗯 對不對 大部分是餵他喔 是培養這個情感喔 不是一直抽他喔 是 現在的父母碎碎念就是像那個鞭子 一個訓壽師 一直抽那隻猛獸 他本來是個小白兔 越抽越猛獸 後來變獅子 這樣是不是我們父母的錯 對 好就像這個樣的例子 這個 順後來把他的弟弟給感化了 透過了二三十年喔 終於把他給短化下來 他後來那個像也變得很孝順 不只是這樣喔 他爸爸後來也變得很善良喔 是 那這是依照什麼功夫呢 不是做好自己不管他們喔 各位千萬不要這麼想喔 做好自己給他們看 額如木蘭 各位我們常常也會發現這個是啦 你的身旁如果有一個很有原則的朋友 能夠侃侃而談 跟大家能夠和平相處 你一錯了他會跟你講一個 這個高高遠遠的一個大原則 通常我們在這種人面前 我們不太敢幹壞事 不是這樣嗎 是 同樣的道理嘛 一個家庭裡面如果有一個很有原則的人 而且會很開闊 那通常這些小孩子呢 他會自己也會約束三五分啦 額如木蘭 好所以像這個媽媽 從小到大一直跟他叮嚀契約契約契約 完蛋了 對不對 是 這錯也罵那錯也罵 我們講說古人恩威並施 這個罵完還沒有恩喔 罵完就剩下利益喔 各位是不是這個小孩在成長過程 他之所以一定要舉例考上牙醫 其實是為了要脫離你啦 這樣講的比較快一點 對不對 用錯方法 所以我就說 固然媽媽是錯啦 這小孩不能說沒有錯啦 因為媽媽觀念錯了 是觀念錯了 你不能把他當敵人探 實際上呢這個小孩呢還是受益的 是 所以現在的人雖然很想生小孩啊 各位啊 我想要問你啊 你做好生小孩的準備沒 什麼準備 做好自己給他看 嗯 寬寬闊闊的 而不是整天睡睡念的 你做好這個心理準備喔 趕快生小孩 是 謝謝蔣師您今天跟我們講的 不管是你要不要再生第二胎 要不要生小孩 生了小孩怎麼樣當好父親母親 這個我們要先想清楚 感謝蔣師您今天的空中講授 也感謝各位聽眾的朋友的收聽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空中見囉 掰掰 掰掰 咱們快樂 開動 不然 不然 搞笑 ��